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近日,据一切大众官方消息2019冠麦腾车型已正式上市了 新车的外观上与线管车型保持了一致 成分高分别为4866 1832 1464毫米 车距为2871毫米 此外,新车在保持售价不变的情况下 对配置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升级 全系标配了GRA定数巡航系统 多功能方向盘及后排USB充电口等 而在动力方面,新车则是提供了三种动力总成可供选择 其中,280 TSI测型搭载了EA211系列的1.4T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154马力,风车扭矩250牛米 330 TSI测型搭载的是EA888 2.0T低功率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186马力,风车扭矩320牛米 另外,380 TSI测型搭载的是EA888 2.0T高功率版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达到了220马力,风车扭矩也达到了350牛米 选择系统方面,全系标配七速双领和变速箱 售价18.99至31.69万元,感兴趣的不妨关注一下 之前,有消息显示,长安福特新款一壶将会在11月1日正式上市销售 相较于现款车型,新设在外观和类似方面做了一定的调整 现在采用了波窝网装的经济隔三设计 部分车型下经济口两侧无人重都增加了镀隔失调 档质感明显提升,但在车身侧面和尾部的设计上 新款车型则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而在类似方面,新车配备了一块10英寸的中控液晶大屏 同时会提供更加方便的车载互联功能 后来方面,新车将继续搭载1.5T、200T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力分别为181马力和245马力 风车扭矩为240牛米和350牛米 传统系统匹配六速手机一体变速箱 现在距离新车上市还有两天的时间 即使官方将正式公布该车的价格 各位稍安无赵吧 综合之前的消息显示 大众全新图越设计将会在明天 与全新一代帕萨特设计一同上市 现在网上已经爆出了该车的配置信息 据了解,新车将退出6款配置的设计 二款上将延续图昂的整体设计语言 前连举行的前纳灯组与前壳三连为一体 搭配粗广的前杠造型整体还是非常霸气的 而在配置上,新车将全系标配LED大灯组 但在具体的技术规格方面有所不同 风扇版及舒适版分别采用了16寸与17寸铝合军轮圈 而豪华版与旗舰版则是升级到了18寸的战斧式轮圈 此外,像自动大灯,全景天窗,电动调节外护视镜 以及外护视镜加热功能都会出现在高配车型上 而在动力方面 R80TSI测型搭载EA211 1.4D发动机 最导输速功率为150马力 330TSI测型则是会搭载EA888 2.0 TSI发动机 最导功率为186马力 传统系统将匹配DQ381 7速44双离合变速箱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有媒体在近日曝光了广汽新人员戴好位A26的全新电动车 将在广州车展首发 通过之前曝光的叠照来看 该车的车头以及车尾处还处于早期伪装状态 一些主机还没有装备到位 从车身腰线来看 其采用了前后贯穿式的设计 能够一定程度拉长该车的视觉效果 而通过前挡风玻璃还可以看到 该车内部带好位A26 类似方面可以看到 该车未来将配备大指寸液晶皮 多管轮方向盘等 光率方面除了电子挡霸造型外 暂时还无法看出更多的信息 具体新车的插速器 电控系统和电机等将整合在一块 结构会更为紧凑 并且轴距达到了2732毫米 空间体验值得期待 更多的消息就静等车展吧 有外媒拍摄到了一组LP 全新车型的陆式叠照 或将命名为LP9XD7 二个方面从叠照中可以看出 该上与宝马X7高度一致 其采用了缩大的双盛式前进几格三 配影细长的激光石打灯 以及比例更加扁平的 加入式LED日行灯 整体看上去十分凶狠 侧面更加偏向运动 在过弯时车身测轻看起来很小 从而保障车辆的稳定性 而且有望配备后轮转向系统 动力方面 新车将延续绑马X7的三角零升 G6缸四温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最大马力394马力 最大扭矩760牛米 经过重新调校后 新车发动机将提升至50马力 这车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呢 日产发布了一款370Z官方改装车的官图 这辆车被命名为日产Project Club Sport 20 Street 画个方面 新车大体上保留了原车的设计 在原厂外观基础上 采用了橙黑双色车身涂装 增加了一根ARP出品的碳纤维前唇 换装了带有机盖锁和散热开孔的 Seben TS碳纤维发动机盖 RAYS代工生产的18英寸50 NISMO轮圈 NISMO碳纤维厚湿镜外壳 日轨版厚无灯 同时将双面共两处式排气管开口 移到了牌照安装为两车 在双面 换装了有Sparker出品的QRTR型赛车座椅 6点是安全带 R383赛车方向盘 以及VX Pro Wrap Fax方向盘快插底座 并且加装了防滚架 此外 零行车内缝线也进一步提升了内部质感 而这也是像经典的240Z车型之机 后来方面 这款车换装了来自于海外版的Q50的VR30D1TD型 3.0升双卧能增压发动机 底盘方面 新车升级了自动系统 同时换装了KWV2脚牙减震器 搭配iBug弹簧 该车舰会参加不久后开幕的2018美国SEMA改装展 有想去看看的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播内容了 找码关注VG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